大家好,今天要和大家開封的 又繼續是這個71和微影合作的一系列 今天要開的就是第六盒的這個平頂簿 對了,那... 先開我的袋子 現在是平頂簿 那...就... 又是... 開得很差,我開東西大家,不好意思 這個又可以完整地開我的袋子 那...就看看前面先 寫著平頂簿 那...就... 旁邊也是有這個九龍汽車的標誌 九龍汽車盒 那個盒其實和那個... 嗯... 亂拋垃圾 人見人真那一架... 那一架就... 就差不多了 那個設計 嗯... 現在開... 開封這個車 我真的很怕開這一種盒 又怕開爛 嗯... 但是不用力就好像開不到 而且呢 是必定會弄炒那個... 那個... 那個... 裡面那塊東西的 唉... 救命 看看... 右手的手指比較幼 看看有沒有那麼好 啊...大家如果呢 可以知道怎樣可以開得好一點 留意的話我會聽 因為我經常都很難開 那些左手的手指太粗了 還是應該開個頂呢 其實我... 是會開個頂好像容易一點 但我其實比較喜歡開個底 唉... 有弄炒了 那我先拿到車櫃 收回那些東西 好... 我放到一邊先 看看車吧 那就... 看看... 這個西... 什麼...看不清楚 西齊灣角... 嘩... 歪了這些字 夠錯 西齊灣角... CHAIWANQO... East... CHAIWANQO... WEST... East... WEST... East...WEST都很亂了 不好意思啊 那... 30號路線 D963 編號 那個... 車牌呢 BP6496 嘩... 非常懷舊 怎麼印在車身上 CHAIWANQO... 不要太執著 你個人就更開心 玩這些小型的東西 對了... 旁邊的造工就是這樣 後面的部分 基本上看到就像一坨坨的东西 东西做得足,但是做得不仔细 简单来说就是Tiny的产品 KMB写着 哇,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这样,没什么特别 这些植纹 平顶部 名字也改得挺贴切 所以,现在就普普通通 这一届QC 都可以介绍 不过 当玩具玩一下也可以 这些巴士系列没有被震 好,今天拍车 拍到这里 好了,今天的开封介绍就到这里为止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